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软件调出来是一个声音 愿小哥您能否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情报统战宣传 很多人特别感兴趣 因为在海外的话最近有很多什么抓特务 或者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游戏 特别是在推特上很多搅浑水 包括YouTube底下很多这种五毛水军 还有包括推特上很多五毛水军 您能否把这些乱象给我们的观众们 把它梳理清楚 然后告诉大家都底这些事情 是每一条是什么样的线 每一条线到底是干什么的 然后中共如何利用这些线来做什么事情 好的 路德先生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在推特上 乱象还有民运的乱象 我个人的感觉那个太业余了 那个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而且您把它称为特务 在我看来您是确实贬低了特务这个词语和这个行业 但是它也确实是属于这个中共的 在大外宣情报统战宣传 这个三个方面的一部分 路德先生您可不可以把我给您的PPT 关于情报统战宣传的第一页能放出来呢 你稍等你边讲我马上给你放出来 好吗 好 那么我们说呀 中共有三大法宝 有情报统战和宣传 它不是今天才有的 它是从中共建政一开始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 在这个苏区的时候 它就有了这三种东西 那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三个东西是它的法宝呢 是因为这三个东西它代表的是人性的阴暗面 它不是阳谋 它是阴谋 那在我看来呢 可以大体的认为说 这个宣传是为统战来服务的 统战是为情报来服务的 最终由这个情报来形成战斗力 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那中共从建政 夺取政权 包括巩固政权 包括现在的它对海外 对其他国家 包括对内部 它核心的战斗力 就是靠情报来形成的 那宣传是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被传销的经历 和被推销的经历 宣传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诱惑 就像是做广告一样 就是告诉你 我有多好 我有多好 我这样好 那样好 但是它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比较厉害的 不是简单的 仅仅是纸面的一个宣传 它是真正的把一些人的脑给洗掉了 由这些人现身说法的在宣传 那么我先大概讲一下 统战呢 就是宣传之后的这个公关和推销 那造势造好了 广告打好了 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要把东西卖给你 卖给你这个动作 就是由统战来做 情报最后是什么呢 情报最后就是掏你的口袋 偷你的钱 但是中共做的比较狠的 和比较愉悦底线的 在情报这个领域呢 它不仅它要掏你的口袋 偷你的钱 它涉及你每个领域 包括经济军事 到个人来讲呢 它涉及到它要偷你的思想 它要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偷走 进步掉 那么我们可以放下一页吗 路德先生 好的 稍等啊 稍等 对 我大概讲一下 然后您可以问问题 那么情报统战宣传 这三个工作呢 它其实是既分离又统一的 我下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周恩来 中国人都很了解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名字呢 我个人认为 中共的这个整个的大情报系统 统战系统 宣传系统的这个鼻祖 应该是周恩来 最初也都是由他来管的 那最初呢 叫这个社会工作部 后来又调查部 包括形成到今天 统战部 乔联 还有一些安全部门 都是源自于周恩来 当时所管辖的 中共的这个社会调查部 社会工作部 包括新华社宣传 那中共啊 它把它的情报工作 它定义为这个超限战模式 什么是超限战呢 其实超限战就是没有底线 那我们管这种情报工作呢 也可以叫做叫什么 朝阳大妈的模式 就是全民发展 全民利用 您刚才讲到推特上这种情况 就是属于这种模式 那么曾经呢 在2014年左右 这个老大呢 在一个他的办公会上 讲到统战工作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 我听与会人讲来的 这个 讲出来的大概的话 就是 所有讲中国话的 用人民币的 我们都可以合作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所有会讲中文的 所有跟中国人打交道 做生意的 我们都要控制 都可以利用 都可以拉拢 都可以收买 这就是合作 那这种模式的出现 它导致了一个极其大的危害 就是你导致了第三国 对方国 他不能够甄别 中国人 华人 谁是做情报工作的 谁是普通人 因为已经没有界限了 这就好像说 我们用一个不恰当的形容 就恐怖分子一样 恐怖分子之所以 造成比较大的危害 是因为他不是正规军 他扮演成平民 路德先生 您要知道 在战争的时候 如果你穿着平民的衣服 拿起武器来 攻击对方 您都不是受 不是受战俘待遇的 不是受国际法所保护的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要出于 保护平民的这种目的 所以不能让平民参战 那情报工作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搞成 做这个工作的话 那比如说美国 他无法识别你的留学生 谁是正常来留学的 谁是为了窃取信息的 他也无法识别你的侨舍 哪一个侨舍是正常的 说侨民之间沟通有无的 哪一个侨舍呢 是为这个中国政府服务的 那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就是敌视你 排斥你 所以我们觉得 坦率的讲 不是我们在给这个国家 带来麻烦 是这个国家 带给我们这个人民 带来麻烦 是您在讲话吗 听到听到 对说的很好 继续啊 我一直在听 这里边 这里边啊 就是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中共啊 他的这个统战工作 他做的有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到位 这个例子呀 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事件 就是1944年8月10日的时候 美国呢 在派去延安的使团 给洛斯福打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的内容 有这么一段话 大意是 他这样讲呢 我们不能肯定的说 共产党声称的民主政策 是真心诚意的 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 和精神形式上 美国味 大过俄国味的 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 当时二战的时候 由华盛顿派往延安的观察组 给到美国总统的报告 声称共产党是民主的 共产党的民主是真心诚意的 声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更接近美国 而不是更接近苏联 那路德先生 您说 这是多大的功力 这是多么厉害的功力 才能把美国人忽悠成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 我所知道的 没有人做的 比共产党再强了 就在这个宣传统战 和这个情报工作方面 但是这种强 它是一种邪恶的强 它不是一种正向的强 这就好像我们双方打架的时候 它不是跟你在打架 它是想方设法的 在你休息的时候 在你喝的水里面 给你下毒 这是违反规则 它违反的规则是什么呢 它违反的是我们这个 做人啊 做人的底线的规则 对 作为人类的一个规则 那么路德先生 您可以翻到下一页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一句里面就是 我很抱歉啊 我先跟大家抱个歉 首先呢 我应该向方老致敬 方老是前辈 方老谈的东西呢 我都听的 而方老谈的东西呢 我自认为大部分我听得懂 所以如果方老能看到 我的这个视频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方老尽量 毕竟我是站在另一个角度 和一个没有它成熟的角度来谈 但是我希望大家 看待这个问题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打嘴杖 不要把它看成网络上的抓特务 那个呢 其实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其实中共的这个情报能力啊 如果一个国家来说的话 它不是什么坏事 但它坏在哪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情报能力 不是服务于国家的 它更多的是服务于家族的 甚至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它都不是服务于党的 它就是服务于各个家族的 因为如果大家真正的了解 这个体制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 在建国之前 哪一个人负责了 哪一个情报条线 建国之后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他的家人 还是能影响这条线 最明显的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陈云家的例子 那陈云呢 他在解放前啊 他负责过这个红队 红队呢 后来就演变成 叫总政的保卫处 那据我所知呢 陈云没有放掉这个力量 也是他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 这个力量也是 他自保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而他的儿子陈云呢 实际上也对这个力量 是有所控制的 那叶家就不用提了 广东的叶家 对吧 叶选宁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是海外特务投资 那叶家呢 当时控制的是这个中调部 中调部是中共的 比较核心的一个 形制组织 最后演变成叫总参联络部 总参联络部里面 刚成立的时候 云集了很多太子党 包括邓家的人 那叶家凭着这股力量 所谓的这个 这个三千子弟兵 保了叶家的 叶家在这个广东的这个江山啊 不被老江给真正的拿掉 但是后来看起来 也拿的也差不多了 那这都说明什么呢 说明说这是他们养的 私家军养 杜德先生 这不是国家的军队啊 这不是国家的情报组织啊 这不像美国啊 美国你FBI 你听谁的 你CIA听谁的呢 对不对 不可能是听一个家族的嘛 对 所以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那下面我谈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这个是叫对内内好 对外外好 就为什么啊 就是在我 在我跟他们 不能说直接或者间接吧 就是这个 在我看起来吧 这样说比较合适一些 在我看起来吧 在我看起来啊 就是说我们的 中共的这个情报组织 它尤其是现在主要的 几个情报部门 对外的 大家也应该都知道是哪些部门 他们在搞业务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说法 叫搞老外有风险 搞自己人能发财 我不知道路德先生 您能听懂这个意思吗 字面上能听懂 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您说一下 具体呢 搞老外有风险呢 就是说潜台词是什么呢 你行外人 你听起来可能就是觉得 这个什么工作没风险啊 但实际上 它的潜台词是搞老外 出了事国家不管 不会救你 像这个金屋带啊 对吧 你死了是你自己的事 你别给国家惹麻烦 就是搞老外有风险 而且你万一你接触错了 被人举报了 这个你帽子都不保 那搞自己人 为什么能发财呢 路德先生 我想问问您 搞自己人怎么发财啊 不清楚能否说一下 搞黑材料啊 利用我手上的调查资源 和这个情报资源 互相搞黑材料 对不对 你比如说 领导A和领导B 两个大脑不合 那我就帮领导A 搞领导B的黑材料啊 对不对 搞到了之后 领导应会奖赏我的吧 那如果我对哪个人不合 那我同样得搞到的黑材料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种 情报资源 就基本就浪费在这些事上了 没干什么正事了 那第三点我谈到了 就是说 拿它跟美国的这个CIA进行对比 这个是我认为这一点 就使得我们的国家 现在直接 我可以称之为纳西化 为什么呢 一般的情报机构 它是没有执法权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 而情报机构是不能有执法权的 那是两回事 你比如说CIA 我记得它在美国国内是没有执法权的 它如果要在美国国内进行执法的话 它必须有FBI或者其他执法部门的配合 因为面对你的公民和面对敌人用的手段是不能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好相反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到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国家反间谍法 那基本上有相当的内容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政权 它的敌人就在我们国内 对吧 它的敌人就是这些老百姓 而这些情报机构的本质是什么呀 这些情报机构的本质不就是白色恐怖吗 他们所说的白色恐怖 不就是纳粹的党内军吗 不就是纳粹化吗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在我的这个整个的人 当然我现在已经结束我的工作了 也不在中国了 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在我的工作经历里面 我经历过一些事 也可以跟路德先生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件事是 有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像一个很大的国企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国企 要一笔钱 他要钱的方式呢 是这个公司的这个 一个联络人找到这个国企 找到这个国企的总裁办 找了这个总裁办 就是老大的秘书 说国家要你给我转多少多少钱 合同我不管 怎么做 我不管 你给我这些钱 还要把这些钱给我洗干净了 那这个公司什么背景呢 这个公司是一个胎子党开的 可这个国企也知道 但是国企的领导 他毕竟虽然都在体制内 大家是有三六九等的 朋友们可千万别觉得 在体制内的人都是爷 在体制内的人 大部分时候他是孙子 他不是爷爷 因为在这个环境下 没有人真正是爷 所以他体制内呢 这个国企的老大呢 他也很郁闷 他觉得这个钱 我倒是给了他了 他没事了 我怎么办 我得想办法把这个钱 一定是给他整干净了 我再给他 这样就拖了三天 结果三天之后 这个安全部打来电话了 安全部打来电话就跟他讲说 你马上把这笔钱转了 这是国家安全需要 如果你不转的话 你不配合这个工作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协助有关部门 去调查你们 去对你们进行一些 一些这个检查之类的 包括这个纪律检查 包括这个财务检查 这意味着什么 路德先生 这意味着就是勒索呀 对不对 而且没有给任何的理由 而且也没有给任何的 任何的途径 就人家懒到什么程度了 懒到说 我给你个这个 你合同你给我签一下 都没有 就一句话 就一句话 带了一句话过来 指定了一个公司账号 那你这个国企 你就要去为他做合同 做假合同 倒几道手 花多少钱 最后就是把人家要的这个数 合理合法的转到 他这个私人公司的账号下 这是我所看过的一件事情 你所亲身经历的 是不是 我不能说是我亲身经历的 你看到的 亲身看到 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 他为什么说 安全部 那个 那等于说 这个安全部的人 实际上就是这个 所谓的太子党的私家军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 有两个要素 安全部还是辅助 主要的是出面的那个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惹不起 惹不起 但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国企领导 就会被 安全部给搞下去 是不是 首先在这个环境下 我的理解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了 我也问领导 我的理解 回到今天来 我结合这个郭先生 郭文贵先生 讲的他的经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谁的屁股都不干净 这是第一 谁都不能查 谁都怕查 所以说 如果你逼得人家查你 你肯定是 你肯定要倒霉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 这个闲啊 当时有领导就说了一句话 反正这都是共产党家里的钱 你可听清楚了 这都是共产党家里的钱 是啊 所以他就对这个东西 他没有责任心的 他觉得这钱 在我这儿 也是给这些 这个 叫给这些 上面的这个 龙们 那九龙嘛 九龙治水啊 给这些龙子龙子龙用的 那直接转到他口袋里呢 也是给他直接用的 所以对他来讲 他不会真的 有主人翁精神 真的像宣传的那样说 哎 我这个看好国有资产 那扯淡呢 什么叫国有资产 什么叫国有资产 我问你 这个资产是谁的 谁是国 谁代表这个国家 去看护这些资产 持有这些资产 这全都是假象 全都是假的 那摆这个钱 做出去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都能捞的好处 为什么不做呢 唯一让他严缓了三天 没有去动作的 就是他想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安全 对他自己更安全一些 如此而已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这个事情当年是 给我很大的震撼 另外呢 我还 我想插一下 我想插 问一下 这个数量及时多少 是十亿还是百亿 还说只是几千万 美金 人民币 亿 是吧 对 人民币 亿 好的 你继续 对 后来因为 一些工作关系 我接触过一些 当年我并不认为 他们是做情报工作 但他们是从一个分支出来的 就是这个 你们所常说的这个国保 叫郑保 国保 公安部的 公安部的同事们 那这些人 他给我 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是 河北省 他说呀 他当正常的警察的时候 正常的警察就是刑警 或者说 这个以前他当这个警察的时候 他觉得他干的事是正义的 我说的这个事都十多年前了 他觉得他干的事是正义的 但是他到了这个 这个一局以后 就是国保以后 他觉得他干的事是变态的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你干的事是变态的 他说他抓的人都是好人 他自己认为都是好人 这些人没有犯什么大错 只是说错了话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异见人士 和一些法轮功人士 那现在呢 其实 在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 国保其实 跟国保跟安全部干的活 已经非常非常类似了 安全部在国内干了很多活 也跟原来国保干的活 非常非常类似了 就是以安全为名 去逮捕一些这种异见人士 以国家的安全威胁为名 所以我想说的是 没有人没有良心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真正没有良心的人 不是多数 绝对不是多数 他只是在那个位置上 他不得已 但他为什么在那个位置上 他有良心要去这么做呢 是因为这个体制 整个延续下来的这个体制 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一天两天 是从生下来 他就是饿的 从生下来 他就是信仰撒旦的 从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是有罪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 除非你把这个体制敲掉 否则是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个人对整个的 中共的这种情报 外宣 还有这个统战 是深恶痛绝的 那我再说说这个统战 统一战线 通俗的讲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 就是拉帮结派 就是树立敌对面 什么叫拉帮结派呢 就是我首先要先树立一个敌人 这是共党的本质和本性 他必须有敌人 他必须有阶级 所以有敌人之后呢 我就要有盟友 我把我树立的敌人以外的人 全都看作我可以发展的盟友 这就是统战 方老他讲了一个 很多中国的事坏坏在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上 我不知道方老他的本意是什么 但我是这么理解的 什么叫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善恶的标准 没有底线 我给您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像美国 他在军事联盟里面 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 比如说他要打伊拉克 他可能选择一些周边的国家合作 但我记得他当年是没有选择伊朗合作的 因为他起码有一个底线 就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对不对 可是中国不是 中共不是 中共面对这种事的时候 就进入到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模式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就是在这件事 怎么对我有利 我怎么来 比如说我原来是宣称 我这个 举个例子 我原来宣称就是说 这个我 对于所有基督教国家为敌 但是突然有一天需要了 他就能去把十字架挂出来 就中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对 他说的任何的话 转眼就可以了 比如说今天啊 我再跟你举个现实的 马上要发生的事情 中美贸易战 中国在过去的五年 为了以这个叫民族主义 团结中国人 大大肆的贬低日本 大肆的宣扬抗日 我说的没错吧 卢德先生 对 但是我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马上会看到中日友好 中日一家亲 亚洲的事情 亚洲人自己说了算 这样的话出来 以及类似这样的宣传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敌人 美国 他更要命 他更紧迫 所以我们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时候 日本那点事 就不是个事 别说日本没做那么多的坏事 在近现代 这就是在现在 就算日本真的 还是亡我之心不死 没事 照样我可以统战他呀 我可以拉拢他呀 所以统战是一个极其不要脸的行为 极其不要脸的行为 极其不要脸的行为 重要的事说三遍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这是个什么人呢 就是能干出统战这种事的人 就是你们推特世界上 现在比较出名的这个 宝胜牧师那样的人 抱歉啊宝胜牧师 我拿您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我没有立场 谁有利益 我就站谁一边 我就跟谁合作 那统战这个东西 大家可别小看了他 统战这个东西 是中国目前一直在做的 非常好用的一个手段 不光是中国人可以被统战 美国人也一样啊 美国人你没有需求吗 就是如果用他们的口吻讲 就是特朗普啊 你没有家人吗 你不爱钱吗 你不爱权吗 满足你就好了 对吧 满足你就好了 这就是统战思路 统战思路就是一种流氓思路 和不要脸的思路 统战它所带来的后果 是极其恶劣的 极其恶劣的 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背后的目的是消亡差异 它不简单 简单是要消亡敌人 它是要消亡差异 就让你我 我们都变成一种人 变成一种都是不要脸的人 所以你以后也别说我不要脸 大家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关于这个统战的这种一点看法 宣传宣传这个事情坦率的讲 在今天看起来已经效果不好了 因为这个互联网 它确实是改变了人类了 所以说传统的 中共认为的那种宣传手段 只在封闭环境下起作用 比如说你接触不到互联网 那是真的起作用 所以大家别小看了这个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对中共的执政的稳定性 和中共执政的延续性 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就是因为它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宣传的话语权 但是当我们突破了这个防火墙 能让互联网发挥作用的时候 这个宣传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宣传目前我对它的判断是 它会越来越淡化 也就是说这种 中国话叫当婊子立牌坊 宣传就是那个牌坊 这个牌坊以后肯定是立不起来了 但是立不起来这个牌坊之后 它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是老子就当婊子当到底了 我左手拿着刀 右手拿着钱 左手拿着刀就告诉你 你不拿我的钱我就砍死你 右手拿着钱就诱惑你 所以你跟我玩 我就给你更多的钱 有的是钱 我可以 你跟我玩的好 我给你十块钱 他跟我玩的不好 我给他八块钱 让你互相去竞争 这也是统战其中的一个常用的套路 就是设置互相之间 就是对统战对象 设置互相之间的记录性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很多人主动的往统战的怀抱里大 我也今生经历过这种事 我也处理过类似的事 就是说他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没有被统战 他心有不甘 他希望被统战 觉得没面子是吧 没价值是不是 他不是面子 他觉得没价值 他要挣这份钱呀 对 据我了解某牧师 就是往统战这边靠的 主动去找 我从他的表现来看 我不知道他是往中共这边靠 还是往台湾那边靠 但是他的表现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 他就是主动的人 他就是主动的人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觉得宣传这块 中共的宣传 现在已经可以说 被海外的自媒体 文贵掀起的这场爆料革命 已经可以说 打得有很大的影响 咱们不能说 溃不成军 至少有很大影响 第二不 但是在统战工作 我觉得他们做得太好了 把很多就是他一点点蠶食 一点点蠶食 这现在就是如何制走这个统战 你有什么意见 制走这个统战 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没有露脸给大家 我没有露我真人给大家 所以我说起来可能顾虑小一些 也就是我说的看法 可能更加的偏提一些 所以请大家仅作为一个方向性的参考 不要作为时操性的参考 对 克制统战这种行为的 克制它的主要的手段 只能有两个 一个是罚 重罚 就是设置一条不可逾越的线 比如我举个例子 在海外 比如在美国 如果有团体 华人团体 设置类似于党支部的组织 或者有已经被证明的 中共党员参与的组织 那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 是取缔 还是把这个人的信用等级调低 还是把它进入监视状态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是西方国家目前做的不够 被中共钻空子的地方 对 你想想在中国呀 你开个NGO都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居然能在美国满大街的开党支部 我就见过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是扯淡吗 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对美方的这个 之前的这种做法是不满意的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罚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反统战的方法呢 就是要讲 我们所谓的讲罚分明 讲怎么讲呢 讲呢 这个不好做 因为讲这种行为不能由政府出面来做 必须有华人团体 自发的 有正面的华人团体 或者说 我讲的华人团体就是它的归属感 它能意识到它的归属 是归属于所在国的 它是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并且它是要长期在所在国发展的这种 本国人 就比如说美国人他只是华族的人 他要自发了于这类的这个带有统战性质的团体 去隔绝 而对不参与这种团体的人呢 要包容 要接纳 因为很多人被统战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是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啊 他缺乏一个归属感 这个也是中共看准的一个突破口 当你缺乏归属感的时候 你想啊 我请你吃顿中餐 请你吃顿火锅 我请你喝平茅台 抽一个中华烟 或者我请你参加一个莲花会 这都是很亲情的表现 对不对 对 但是你可别忘了 这个亲情背后 他很有可能是有目的的 那你就要不让他去被统战 你就要添补他这个空白啊 添补他这个空白 就要求怎么做呢 就是有其他更正向的东西来补充他 正向的活动来补充他 这个我认为是一种讲 这个罚的行为应该由政府来做 讲的行为应该是民间自发来出面做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未必全面 好的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朝阳大妈模式 就这个全民发展 全民利用具体是 表现形式是怎么样 他们怎么操作的 好 我跟你 你是在拉斯维加斯对吧 对 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中国政府 他想掌握某些人 在赌场里的行踪 在赌场里的行踪 或者在拉斯维加斯的行动 那 就是这个事 这个活 美国人会怎么干呢 美国人可能会跟踪 美国人可能会定位 用一些这种手段 中国人会怎么干 中国人不怎么干 中国人 最开始的干法是 把所有华人 能问到的问一遍 而问你的这个人 比如说有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叫张三 问你的这个 问张三的 问张三行踪的这个人 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 在拉斯维加斯 可能有中国商会 可能有各种老乡会 同乡会 可能有各种社团 华人的社团 包括华人的黑社会组织 可能有这些组织 而这些组织是长期 被所在国的 这个中共的情报人员 或者说是 使馆的工作人员 长期有目的的维系 一定的关系的 这种关系 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那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经常聚餐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使馆的 一个领事出来 跟一些侨领聚餐 就问 我最近听说好像张三 这人不错 他来哪儿哪儿了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就有人 说了一句话 说张三来哪儿哪儿了 然后下面呢 可能有人 再去跟其他的人聚餐 说我最近好像听说 这个张三怎么怎么样 来哪儿哪儿了 他是广泛的 发挥了这个 华人的监视作用 就是无所不在 无处不在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是在帮他监视别人 你可能就认为 这就是一个日常的聊天 你无意当中 就被拉进到这个局里面来了 当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每个人都跑不掉 反过来 他又能以这件事情 你参与在其中 要求你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 我说的朝阳大妈的模式 管闲事 朝阳大妈 北京的朝阳大妈 叫管闲事 就是这个谁来 来一个老外马上派出所就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就是因为坐在马路口 那个大妈不是简单的大妈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 汇报沟通 汇报沟通 这种模式 在海外 这种模式体现的 就是交朋友 跟华人交朋友 华人再跟华人交朋友 载体是各个的华社 各个的华社 还有华文媒体 您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查一下 维基百科上列出了 统战所 中共统战部所控制的 海外的华人媒体 我记得之前 我大概数过 应该不下一百个 美国应该是不下几十个 就是华人媒体 理论来讲 统战的要求是 所有的华人媒体 他们都要去沟通 都要去做工作 都要去尝试控制 像这种 这个叫做 情报的超限战模式 是不是 情报超限战模式 对 对 这种属于这种 搜集情报 它一般是哪个部门负责的 是大使馆的 还是说 专门有这个叫做 情报部门 来负责这种事 路德先生 这个问题 我不能回答你 但是这个并不是由 哪一个部门来负责 这要看具体的事情 他们这种事情的 可怕就是可怕 他有事没事 他也维持这种 都是一直在维持这种关系 这里面有一个本质问题 我可以把这个本质问题 说一下 但是您刚才那个问题 非常抱歉 我不能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第一是 你刚才那个问题 确实过于敏感 第二是 你刚才那个问题 具体到案例上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使馆不是重要环节 使馆不是决策环节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 使馆不是决策环节 造成这个问题的本质根源 是一个政府财政的原因导致的 因为中共的这个财政 它是一个极权 不透明 所以它有很多钱可以花 美国人想不想这么干呢 你要是问CIA的局长 我估计他也会回答 你说我想疯了 我就想这么干 可是他没这么多钱 他每花的每一分钱 他都受到审计 他不能花出去这么多钱 他也没这么多人 这是两个原因 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 美国政府如果去要求美国公民 干这样的事 我觉得他能被这个美国公民 给告破产了 您信吗 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一个海外美国公民 说你去过打听个事去 这个美国公民认为这个事是敏感的 有风险的 我相信这个美国公民 绝对能把这个政府部门给告破产 但是在中国可就不一样了 在中国这种 第一 统战本身的费用就是巨大的 第二 它的出口实在太多了 很多费用的出口 都不是直接从 情报部门 或者说从统战部门出的 而是就是从一些中资企业出的 甚至是一些民营企业出的 这些领导打个电话 你去买个单 你能不去吗 比如说这个你刚才提到使馆 我不知道你跟使馆的人一起吃过饭吗 没有 大家在海外的朋友 跟使馆的人一起吃过饭的 请你告诉我 有几次是使馆的人买的单 那如果不是使馆的人买的单 都是谁买的单 是不是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有一个企业的人在 那这个企业为什么会买单 这事在美国行得通吗 如果美国的这个FBI的去办案 把这个IBM的人带着了 说我这办案费用超标了 大哥你帮我解决一下吧 解决一百美金 您觉得这IBM的人会给他出这钱 这就是体制的不同 导致双方调用资源的方式 界限的根本就不对 对 也就是说 你中共所调动的这个资源 是没有边界的 或者说他的边界是模糊的 他才能玩出这种活来 你像美国这种边界很清晰的国家 他就算有这样的坏人 他也办不出这样的坏事 这就是程序正义 他的这个价值所在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简单的看法 好 那你刚才说的这种朝阳大妈这种模式 实际上是一个很基层的一个情报 收集网在海外的 是不是 那对于说 你像一个领事馆 比如说只有一个人的话 他不可能有十几个人吗 如果只有一两个人的话 他能发展多少个这种朝阳大妈 去为他们做事 我知道你想问的这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跟路德先生跟您讲了 大使馆不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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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央企 在海外的这种央企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路德先生 这个我自己为了自己的安全问题 我不能跟您深入的探讨 但是我可以给您一个方向和建议 就是相关此类的话题 相关此类的这个事情 郭文贵先生说的 全部百分之百我认为是正确的 因为有一些是我见证过的 郭先生不是爆出过一个材料吗 一个向海外派遣的材料 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路德先生 那份材料连派往派遣模式都说出来了呀 什么模式 派遣到当地的一家中资公司吗 我记得是 对 央企是吧 就是这种中资公司的企业在海外的 因为我也听说他们都说都是实际上 这个他们说分几种角色 一种是叫什么外联的人 什么叫外联的人啊 还有一种叫什么 叫什么有特特殊任务的 反正这些名词 能否跟我们观众们说一下 否则老师都说特务特务 实际上是玷污特务这个词 是不是 其实没有名词 就是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是吧 对 就是负责不同的项目的工作人员 负责不同的项目 就是用方老那个年代的话说 那个年代他们叫案子 不同的案子 他们说这里头有很多角色 是不是 当然有角色 有的人叫肉盾 有的人叫地雷 说摆在那里一个地雷 有的人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 外联的说特殊的 有的是就叫特务 有的就这些东西能否说一下 好吗 这些路德先生我说不了 您可怕太敏感了是吧 太敏感了是吧 因为他不同的体系 他自己的叫法也不一样 但是我确实没听说过 您刚才说那个 就是肉盾或者什么的说法 我确实没有听说过 但是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复杂 你可以把这些人分为三类人员 用我自己的 对话讲 一类是在编的 在编的就相对来讲是专业的 就是职业的 就是以郭先生爆料爆出来的那些人 那是在编的 就是这个 在华盛顿上述的红头文件 这些是有档案的 那还有一类呢是线人 线人呢一般来讲是不露面的 线人就太多了 那你说一两个人能控制多少线人 我觉得控制一百个二百个都没有问题 只要钱足够 只要钱足够 是没有 但是要看在什么国家 要看在什么国家 这个是不一样的 第三类呢就是职业的 怎么讲 就像金无怠那种 他不是线人 他是间谍 他是卧底 是不一样的 对我也听说好像他们是分三条线吧 就您刚才说的这三条线 一条线呢是像那个金无怠这种呢 他属于很高级的这种 属于这种总参一般派出的 情报部派出的 第二种线人呢 就属于这个统战来做的 一个比较终极的 是不是 就是比较很普通的 也类似 但是诺德先生 我觉得这个细节 我们不能探讨下去 探讨下去之后 第一呢 这个细节我也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每一个每一个条线上的细节 第二呢是 这是很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如果 明白 如果把它很细的 探讨下去 但是呢 我可以回答您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 推特上这种抓特务现象 像这种 这种 叫熊献民 熊献民先生 和刘刚先生 对对 扯出来的这些事情 他们都不是核心的 他们 我说他们不是核心的 就是说 他们应该是 随时 随时能够被牺牲掉的人 这些人 大部分的人 做事的目的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理想 就是为了金钱 而且不是很多的金钱 是不太多的金钱 在整个的这个 这个情报工作领域 有没有有理想的人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 有而且很多 就有理想的人 因为这个活没理想 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活 但是大部分人 大部分在外面的这些 你看到的这些人 他们不是有理想的 他们最多最多 在我看来 最多最多算情报贩子 还不是大情报贩子 就是方老经常说的 就是布控 是不是 比如说在文贵身边布控 布控的意思就是 文贵的一举一动 他随时知道 至于什么时候 下达什么样的指令 回头是有专门的人 来负责 下达指令 今天做这个事 明天做的 布控 对 布控是一个动作 布控是一个动作 对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比如说在国内的话 负责 负责 负责跟的人 是不负责抓的 对对对 一般来讲 负责跟的人 不负责抓 负责抓有负责抓的人 不一样 那布控这种事情 稍等一下 好的 好没事了 我刚才处理了一点小事 好的 我说的希望 大家能够理解 我说的核心的意思 就是说 我核心的意思 其实有两点了 第一点就是 有很多 用来对付敌人的手段 那我们 这个国家 中国它没有用来对付敌人 它是用来对付自己人 对 而且它浪费极大的资源 第二呢 是哪怕是对付敌人 所用的这些手段 它的代价太大了 它不是一个 我们应该承受 和能承受的代价 因为它最终 被牺牲掉的人 都是外围的那些 根本不知情的人 很多就被牺牲掉了 你何苦值得呢 我在这里奉劝很多 在美国的中国的留学生 不要参与这样那样的组织 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对不对 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朋友们 你的任务就是生活 如果你拿了美国护照 你一定要记得 你的国家是美国 你效忠的是美国 你不要觉得 你长了一个黄皮肤 你理所当然的 你就效忠于 你所认为的这个祖国 这个政府 那好 你可以效忠 请你把美国护照交回去 你换回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所以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做的事情 其实你就是被人利用 当了特务了 当了间谍了 下场是很惨的 但是那个是代价是不值得去付的 你如果你有一个理想 我佩服你 比如说你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 那可以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但你别碰钱 如果你碰了钱 你再跟我讲你有共产主义的理想 那我没有办法相信你 我要相信你 那是侮辱我的智商了 好的 那你继续 还有很多您 我刚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您现在可以继续按你的思路来说 好吧 没有 这一块基本上就是 就我想说的全部的关于这个 情报统战宣传这一块 基本上就在这了 我想着重谈统战是什么 就是因为统战这个事情啊 它模糊 它模糊呢 就容易被人所忽略 比如说我刚才提的例子 比如说某一天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在推特上比较活跃的这些人啊 谁都有三五好友 谁都有亲近朋友 突然有一个人朋友介绍来的 说请你吃个饭 你说你去吃不去吃 你有一半的概率是去吃 请你吃这饭的人 他也不是特务 他可能就是中国的某个企业的人 或者中国外派的一些学者 大部分这样的人 他真的不是特务 但是他是被 有人要求他 来跟你吃这顿饭的 打了招呼的 所谓的叫打了招呼 打了招呼让他来请你吃顿饭 好第一顿饭吃了 下一顿饭再请你的时候 说我再带个朋友来 咱们再一起吃一顿饭 对 那这个朋友他有问题的这种概率 可就大了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今天啊 如果大家今天是和平时期 我不认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啊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情报领域 现在已经是开战了 已经是在开战了 那现在我们就不用说是和平时期了 对 现在就是战争时期了 就在这个我们讲的情报领域 战争时期你就必须站好队啊 朋友们 你要有立场 立场有三个 对吧 一个是甲方 一个乙方 第三个是中立 如果你的立场是甲方 那朋友们 那请你至少站在一个 一个中立的立场上 而不要站错了 站在乙方的立场上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别狐狸糊涂干了你自己都不想干的事 我们很多华人朋友 华侨朋友在海外的 千万自己想清楚 你有些饭是不能去吃的 或者有些饭去吃了 你是要想清楚的 有些华社的活动 是不要去参加的 我坦白讲 我认为就不是说尽量不去 就是不要去就好了 那除非你出于一种不得已 好 不得已的话 我再教你一个方式 那你去了 谁跟你讲了什么话 谁要你做什么事 你尽量的有一个旁证在 有一个第三人 第三人在 在有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人能够跟你向当局作证 当局比如说你在美国 当局就是美国嘛 美国的联邦嘛 千万不要很傻的 尤其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郭先生讲的蓝金黄 蓝金黄这个蓝啊 是宣传和网络IT这一块 我们今天不讲 钱和女人 你碰到哪一样 都是会留痕迹的 如果你不是职业干这个的 或者说你不是说 你想叫什么 叫江泰公钓鱼 你就是个普通人的话 你这两样东西全别碰 而且坦率地告诉你 你也拿不到大钱 普通人你怎么可能在这事上拿到大钱呢 我看到那个路德转发的 关于郭宝胜先生的一些 黑客跟他之间的一些过往 那我觉得都好笑啊 路德先生 如果黑客所报出来的是真的话 那郭宝胜先生简直太便宜了吧 那简直太便宜了 那他就是 那几千美金 一万多美金就把自己给卖了 他知道他卖掉的是什么吗 他卖掉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人生的未来 还有他的家庭 他的子女啊 这个我们往后看啊 这个结果我是可想而知的 我据听说郭宝胜先生是拿了一本美国护照的 但是我告诉你 美国护照在有些条件下是保不了你的 什么条件 就是你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果你作为一个美国人 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政府不弄死你吗 你还不如不拿这本美国护照呢 这是我想 我特别想真心的跟大家讲的一句话 不光是在美国 在亚洲 尤其如此 因为亚洲这个渗透的更严重一些 好的 那最后是这样 这一期节目最后您能否 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啊 还有很多 实际上我们最后 等未来再 今天实际上就讲了个大概 讲了个大概 就介绍了一下 什么是情报 什么是统战 什么是宣传 实际上具体很多细节 很多 他们的战术 战略 战术 很多都没讲 包括这个统战 据我了解 他们有很多什么离间啊 是不是啊 然后反 反戒计啊 很多很多 反正最终就把这个 这个路德先生 这个是这样 我插你一句 有一些啊 是可能我也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些 确实有很多我知道的 没有讲 对一个主要原因是啊 我也怕 我们网友里有别有用心的人 因为正常情况下 普通人你是不会面对那些情况的 当你面对那些情况的时候呢 说明你不是一个普通人 或者你 你已经具有不普通的价值了 所以我更希望的是 对我们的普通网友们讲话 那有一些人啊 他就是 就是他不是普通人 或者他不甘于做普通人 那他就是要被收买的 他就是要在这个 实现自己的某些 某些这个激情的想法 或者什么也好 往里跳 那些人不在我对话的范围之内 那些人就像 就像他就是 就是天生了 他就是坏人 或者他已经选择了他的道路 我今天对话的主要的人是 没有选择立场 或者说自己有好的立场 但是模糊的行为的这些人 我想用一个绳子 把他们往回拉一拉 你这个观念要想清楚 一定要想清楚 这是我的目的路的先生 好的 那最后实际上 再给你两分钟 你把这一部分的 然后全面的总结一下 好吗 好不好 好 中共的这个 见证的这三大法宝 情报和统战还有宣传 它其实核心的本质 它就是琢磨人 怎么琢磨人呢 先就是 见察人心啊 就用方老的话说 就是练到他那个水平 见心了 看出你的弱点 看出 像我们这个圣经里讲的 这个撒旦一样 看出夏娃的弱点 然后诱惑你 诱惑你之后呢 给你个好处 收买你 拉拢你 至于路德先生刚才讲的 这个分化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 都是很具体的一些手段 这些手段是因而异 但是大家要记住 只要他找不到你的弱点 不能够收买你 他就没有办法 对你用一些手段 你就是一个 又臭又用的石头 他就拿你没有办法 你怎么能成为一个 又臭又用的石头呢 就一句话 别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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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对 好的 那我们 先休息五分钟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 另外一个话题 好吗 大家 休息五分钟 让我们 这位约翰小哥 待会的话题 更加让我们 会吸引 吸引我们大家 为什么说 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 去年和今年的一些 详细的差异 就是去年 遭遇的这些事情 为什么说 今年会有一些变化 好吗 然后他讲具体案例 主要是针对文贵先生 这个事 好吗 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好吗 好 可以